我正就我眨了眼睛 这后面肯定要有个厨房 厨房间和厨房棍 我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跟这厨房棍这么一瓶 好多咱俩钱这家都买车了 厨房间这不怕瓶了 你后面这个棍就跟它做这么一瓶 上面你还能放东西 或者是你一瓶做到这个位置 做到你够厂的位置 这块再往上起一块 这个是最省钱 而且最 就是你本身你的椅子现在就是平面 这个高度睡觉也舒服 啥也不用换 我挺累的就这样 我说 顶头啊 这地板还没铺你个高 上这再长点 我把这腿去到5公分 你去到5公分你电池往哪放啊 哦 这后排有个电池吗 那你不得跟钱买一瓶吗 嗯 哈哈哈哈 这是摆方 摆方一件 大坤 这哥这车准备怎么改呀 就是 呃 先买回来之后 买大手车懂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平时熟悉玩的时候 简单用用 现在大哥还没退休 还在工作 然后就简单改一改 然后省点钱 住着舒服 对 然后后面有个厨房 啊 店和这个做饭用着舒服 就这么点简单要求 对对对 其他的就是 对 然后后期我可能一边玩 完了一边感受一下的 一步一步来 哪块需要添电什么东西啊 或者哪块要有个小改洞什么的 嗯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椅子 这个呃 五龙中光这款家常这个车啊 这个椅子非常好 往前趴倒之后放平了整个是个平面 啊 这是个起坐车啊 对 他就不需要那个再把这个椅子 嗯 再花好几千块钱买个什么其他椅子啊 换个奔驰的或者换个那个堆卡座 对 没有必要的吧 往前一放直接就可以吃掉了 对现在他就是平的 对 就是花 就是在外面玩吧 不一定把车改的多豪华 主要是舒服 对 然后上车 大哥喜欢那个就是跳舞是不是 啊 跳舞 运动 然后累了上车是不是开车门子 大床也不用粥起来往上一躺 对 休息休息 对然后休息 躺一会下来完了做点饭吃点饭 对 我再溜了 再溜了 我再躺了 再躺了 太潇洒 改车还得找大坤两口吧 太绝了 研究两年了 今天终于见到大坤了 大哥当时买车的时候也是跟我微信 我俩就是聊了挺长时间啊 他说他要买个微面车型 然后也是二手的嘛 看了好几个上车 对对对 连那个东北三手号去了好几个地方了 是吧 东三手号 沈阳都去了 沈阳就去了 沈阳长春吉林 哈尔滨 那都回海奇哈 然后当时我给大哥的建议啥 就是你买这个车型吧 嗯 尽量买座位数少的 嗯 然后买这个年头稍微近一点的 嗯 这样的话就不涉及到你就是没开几天 你就改装改完了 但是没开几天 完了这车这发毛绿的发毛统一下修一下的 嗯 也挺烦人 这样的话这台车就年头非常近 它基本上没有啥问题 再开个五年六年就不用修 对啊 正常开 就正常保养就行了 这个是其实很关键的一个点 我看一开始大哥的意思还想买高配来着 对 感觉要是改装的话高配好像放不上 大哥其实挺相信大坤 一直跟大坤商量 说那个 你看我这个车型 给我发了好几个车型 我也反正我也认认看了啊 有高配的带什么中央空调的 啊 但实际上对于咱们这个微面车型来说啊 就是什么中央空调啊 或者什么一些那个多多地方软包一点 没什么太太太多实际的作用 对嗯 它整体整体的车壳子 包括里面一些很多主要部分都是一样的 嗯 多花那个钱没有什么必要 在一个这个车 既然变为二手车之后 它高配和低配的价值应该是一样的 嗯 就比如新车你是6万买的 完了或者或者是低配是5万 但是你同样卖卖二手车的时候 它总是只3万块钱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它不要去区分高配低配 就是满年头近的 车没毛病 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 车友们我想说两句话 嗯 要是改装微面也好 改装车 还得黑龙江的车友们 应该还是来找大坤 来商量这个事 那那那那那我们还是还得学习一点提高 那就给你个编 那个加加有点压力了 是 哈哈哈 712712712那边平时在那里头 是不是 对 平远来咱们哈尔比 是啊 嗯 然后刚才我们也简单设计一下设计一下方案 然后董哥那个意思也是这个椅子 还有这个电路系统 包括这个煤气罐什么这些摆放的位置啊 嗯 也是跟大坤研究了一下 然后最后我给董哥说的照 就是椅子不换 对啊 能省钱 然后大哥本来是想换座椅的 对大哥也没决定 董哥也没决定 嗯 现在我的意思就是不换这个座椅 对 先玩着看 省钱输破就行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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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本来有活然后车准没来 你闪一下吧 闪一下的 闪腰了 要要 刚才那个董哥是齐齐哈尔的 嗯 然后他买车的时候吧 就反复跟大坤微信聊天 连续聊了好久 嗯 他又去沈阳长春 然后齐齐哈尔什么哈尔滨 好几个地方 嗯 都去了 就为了买一台合适的二手为面车 嗯 他本身就是 呃 呃 不是特别资金不是特别充足啊 嗯 然后呃 他买这台二手车好像也是贷款买的 哇 就是就是很便宜啊 好像三万块钱左右完了 还得贷了一部分款 就是 就是 非常向往这个床车生活 嗯 然后 就是一直在跟大坤探讨这个东西 说我相信你了 就是我把买 买车省下来的钱 嗯 然后我交给大坤让大坤改装 但是我一想这个事 呃 最好还不是那么干 然后我说大哥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东西 你自己做 嗯 什么地板啦 或者是简单的柜子 其实大哥好像应该是自己都会干 嗯 然后你就自己做 然后上这来之后 我给出了简单一个方案 让他又省钱 然后睡觉又熟 我按照他的需求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 董大哥呢 用他自己的话跟我们聊天啊 他是一个原来是个大胖子 是 二百多斤 嗯 肚子得大 嗯 然后说一走道什么一哈腰都喘气 这是大哥自己原话 嗯 后来他就是学跳这个 应该是什么锅边舞啊 就是 那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个那种舞蹈 嗯 然后大哥花了很多的钱 把自己的积蓄都用在舞蹈上了 对对对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现在这个身材 非常的健康 对 而且现在大哥你看他一走道就挺着腰板 对啊 就有点那个舞蹈那个范儿 对 气质很到位 对气质在这块 嗯 就是他身体也好了 上的那个舞蹈的私教课什么的 好像一堂课就五六百 那么贵 然后把它一部分积蓄都化掉了 嗯 但是换来他的健康身体了 对 血糖也不高了 体重也减下来了 也没有肚子了 然后精神头就好了 还是健康最重要 现在大哥就是想用这 利用这台二手车 马上还有一年退休 之后就是游走于东北三省各大公园 会会咱们东北的武林高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